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舞台上林东旭演员背着吉他出场 边弹边唱 画面一转 朱德纲演员从舞台另一侧 鼠来宝出场 剧场演员生动的肢体动作 搭配逗趣的对话 为囤曲运输中心 2015年细胞一起来系列活动 揭开序幕 这次细胞一起来将带来两部经典大戏 其中三个诸葛亮 由三位剧场校将 搭配光影秀等元素 要在7月让民众大开眼界 我们解构了四大中国民间故事 然后就是把它整个解构之后 再用一个现代人的角度 然后去重新说故事 我们还用了光影秀 这个算是蛮特别的 我们用我们的肢体 各位看到导演 导演在找这个戏的演员 都会找肢体稍微比较有特色的 这样的话在光影秀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把很清楚的肢体展现出来 很多不同的组合在这个台上 在一部戏里面同时呈现出来 我相信观众在每一次看这个戏的时候 都会感觉到特别的丰富 而且视觉效果也很棒 然后在听觉上也觉得非常的悦耳 非常的舒服 你是指我们最后还有一段rap 对我们最后还有一段rap 精彩的rap 今年的戏包一起来系列活动 除了两场精彩的售票演出外 更特别举办两场免费的戏剧体验工坊 让民众体验 接触不同的戏剧面向 此外 主办单位也将走入校园 举办两场免费的iPlay讲座 邀请专业剧场工作者 进入校园和学生分享剧场经验 交流创意点子 更推广到我们的一个校园 除了这两场大戏之外 我们还有到学校 有安排两场的一个讲座 那还有两场的一个工坊 那由这些虚剧的一些专业人士 来做一个虚剧推广的一个工作 让生活更贴近艺术 2015年戏包一起来 以戏为主题 将目标对象拉制成人与青年 让表演、戏剧、融入生活中 相关系列活动 接下来将热闹开跑 邀请民众一同参与 记者陈昭安 台中采访报导 参与